你没法完全来说明台湾真正的地位 尤其是台湾经过建政 这个建政以后有一个国制法 这个国制法是当时开始定的 是1830年到1840年 拿破仑时代以后 这个建政法国制法才开始生效 以前是哪 拿破仑时代是哪 这命就是他的 病吞 那叫病吞 跟我们亲像中国有几个历代的朝代 一直在玩 一直在玩 土地跟你占 革命就成功 但是现在呢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后 这个国制的建政法就强迫的规定 这个建政法和国制法不一样的地方 建政法是没有条文 其他的国制法有条文 一 二 三 四 这样下 但是建政法没有条文 没有条文用什么东西 叫做惯例法 用惯例 就是以前怎样 后面建政发生的时候 就叫以前的惯 这样做 那叫做战争惯例法 这战争惯例法 其实现在所有的建政法是五种 对五种 第一海牙地势公约 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 有关建政的部分 第三呢 美国的红十字会的 总章程里面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的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反应 最高反应的判决 判例 那有百个 再来就是这样 美国的 美国的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 这五个 整个包含在里面的结论 就是所谓的战争法 这战争法呢 都是台本都是用惯例 过去怎样 似乎说 占领 不可以宜专租款 这是惯例法 这是1830年以后国势所规定 就是我今天给你占领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在你当地占领乎 用当地老百姓 自己升任一个政府出来 这个政府叫做什么 Civil government 叫做平民政府 民政府 我们台湾 叫中华民国 赞领 和美国赞领 我们不会去成立 台湾平民政府 其实中华民国有照规定 有去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台湾行政展观公署 台湾行政展观公署 就是当时美国跟中华民国说 你来台湾要成立台湾 台湾行政展观公署 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军事政府 在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军事政府的管理 来压过行政展观公署 所以呢 路边理政委 要用那个 因为行政展观公署 甚至变成台湾行政务 是在1947年的6月份 它变成台湾省政府 这个台湾省政府 路边理政委想要怎么 废除 美国说 诶诶诶诶诶 你怎么可以废除 不可以 他如果废除以后 这个台湾省政府 政府 就不去了嘛 那就是变成什么 他要将中华民国 就地合法 美国说 No 流亡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中华民国 只占而已而已 所以理政委这方面 他没办 所以理政委 叫我去研究他 有一次他问 诶 林生 什么叫做 独立关税领域 所谓独立关税领域 我说你独立关税 你去签的时候 WTO你签的时候 什么人去签 他说蔡英文签 我问蔡英文 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蔡英文跟他说 我也不知道 美国跟他说 我就叫这样 所以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 这个要看什么 美末战争 美末战争以后 美国的最高的犯意 对美军那种 渐量的社区的港口 那个港口提出告诉 我现在叫你美军渐量 我本来是墨西哥的港口 但是我现在最近要交给什么人 判断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叫他渐量的地方 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我们台湾是分离关税领域 什么说分离关税 分离关税领域就是 含日本贴 但是金盟妈祖是独立关税领域 因为独立关税领域是因为 金盟和妈祖 已经是以一个流氓政府所 所拥有的地方 所以这四个所在 加起来去加一个WTO 是整个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是这样的 所以你一定我相信 你如果没去研究 任何人都没办法跟你回答 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建政法里面说得很清楚 所以是什么 Chinese 台北 中华台北 中华民国 或是说中国台北 那都不对 真正对的是Chinese 就是中国 Exile 流氓 政府 政府 台北 这种的经营是什么 你理会你的地方去外围 人家 那种城市而已 不可以整个 所以你不能说Chinese 台湾 不行 Chinese 台北 流氓政府只有可以在 一个城市 像西中流氓在德兰沙拉 它叫做Tibet 德兰沙拉 这就是说 西中流氓政府 在德兰沙拉 法国流氓在伦敦 就是世上的 French Lundon 比利时流氓在伦敦 比利人 Lundon 朝鲜 流氓在上海 Korea 上海 所以 你今天我相信你就 已经知道 所谓的Chinese 台北 其实就是美国人 全世界都跟你讲 这就是中国刘王政府在台湾嘛 但是 几个学者跟你说 没有了 这一天才会发台湾独立啦 台湾要怎样健康啦 满满这些都不满啦 三个黑白木啦 所以你不能说英文他都满呢 我跟你说英文真的都不满 这是这个 所以这个英文我跟你说 包括古金山和平条約 整个就这样和平条約 那个汉文的部分 到什么时候才出来你知道吗 2004年 才出来 我开始研究的以前没有汉文啦 古金山和平条是 国定台湾地位的一个条約 我跟你说 我的孙子 台大法律室 二年级 我跟你说 你们的库庙里面 有设到那个就这样和平条的吗 他说没有 我问所有设法律的 你们有设到就这样和平条約 没有 你看夭壽 他中央美国一开始就没让你设法律的 他现在自己制作 自己创造 他自己的法律 他自己教他的法律 所以不怪台湾人 六十七年来他自己制作 骗骗骗骗啦 不怪说有很多人跟你说 我相信你现在 出离以后你也会知道 什么人 轰炸台湾 日本 是什么日本 八年抗战 天大的谎话 真的是天大的谎话 所以 他叫四五年十月二五 说光复节 你想看看 全白国哪有光复节 建成才有光复对不对 你战败呢 台湾战败啊哪有光复节 没有光复节 那天叫做什么 叫做 军事政府开始 占领节 有个特派也不可以说 民进党也不可以说什么 台湾再度淪陷 不是 淪陷啦 占领啦 是美国占领啦 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啦 所以占领 不可以遗传主权 记得 你们在设 两个目的 第一 占领不得遗传主权 第二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立合法 就这么简单啊 说整宝对这两个月而已 啊其他 很简单 用我们建政法来解除台湾的地位 清清楚楚 不模糊 很清楚的 每一点每一条都可以解除 你若 用显主席这些派 这些所谓的 中华民国也好 这个中国也好 来解除台湾的地位 一踏糊涂 啊哪吐就要哪 转弯 你像 丹梁子 有 有劳吗 他擦帽出几个月份了 有没有 台湾因为总统选举 跟民主选举 已经逐渐演变为 独立国家 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果说你的惯例在哪里 全世界有这种例子 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个例子 他自己创作的 自己创作的 就不符合 没有符合国际法 没有符合国际法 全世界会给你笑 这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各位 今天 我们来想民政府的 这个 这个政励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后面 你不能再共同 以前有人 在蚊子上我有看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 招书 表示日本天皇 已经放弃 台湾的领土 招书不能放弃 宣言也不能放弃 如果要放弃要订什么 条约 Treaty 一定要有Treaty 你就是说 天皇的投降招书 那是一个异象书而已 异象书签下去 会再战争吗 会 和平条约签了以后 会不会再战争 会 要跟什么一顿 和平条约生效 所以10月25日不是中战 不是中战 什么时候是中战 1952年4月28日 就今天和平条约生效 那天叫做中战 中战的依情叫什么 中战那个 和约生效以后 如果要去占你 那叫做友善旗的占领 那这个依情叫做什么 军事占领 很清楚 非常清楚 我们台湾人 如果越多人知道这点 全世界就没可能给你骗 美国也没可能给你祈福 中战美国没要让你知道 给你绑了 没要让你讨 就这个和平条约 就这个让你讨 现在三个云给你帮你 看到他 創作多年多的遥远 日本天皇已经 天皇的招书 已经放弃台湾的领土 不好意思 只有treat 全世界都同样 国际法都同样 一定要有这个条约 才能够放弃 那没有条约不能放弃 也可以买卖吗 可以 也要订条约来买卖 路易斯安那州 法国不给 这个法国不给美国 阿拉斯加 苏联 不给美国 都是 用treat 用条约 不需要 要有一个思考级 你要看 马冠教育 那时 台青帝国 将台湾 併 英九 帮日本天皇 让台湾人收货 有吗 有 多久 两年 你自己去收货 因为 这个土地变成我天皇 你有要做我天皇的 陈民 你自己决定 两年里面 你如果没想要做的 你买货 以后你来理会 可以回去 有人买吗 有 1320人 买他的货 但是这些人 回到中国以后 没半年 终于白兜回来 因为中国没想到生活 所以他说 我要来做 日本的陈民 但那时候日本人 不想让你做陈民 他说 你们这些人都不说日记 你要当我日本天皇的陈民 还早呢 你还要教育 所以那时候 在日本 也有 他的民政长官 他的收货 因为台湾人抗议啊 你怎么 像我台湾人 动作二典国民 三典国民 他们跟你说 我 日本人已经几千年 好中这个天皇 你 台湾人 还没好中天皇 还没说日记 我都要让你做什么 日本的陈民 所以对了要经过什么 皇民法 这都照国内法来的 有万国公法 有祖然法 所以 所谓的自然法 很简单 我告诉你 你就听有 人 一个人 他的身份的五官 他的身份的乃宗 可不可以随便割给你 不可以 那就是 自然法里面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用你的乃宗 你这个人 欧巴掌 你买什么 这叫神圣不可分割 就是 本来是生在你的 你的所在 如果这边的所在 你去买 还是去 去拿到的东西 就叫什么 殖民地 殖民地 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就是 自然法 就是叫 人体 这样缩割 所以 其实这个法律很简单 也不困难 都有一个 依据 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跟你说过了 自然法 万国公法 所有的国家 他的憲法 都不能超过 万国公法 日本 的憲法 也有规定 我们要遵守万国公约 美国的憲法 也是规定 要遵守万国公约 所以你看 如果说到台湾的地位 不要删万国公法 不要删自然法 只删什么 旧旗的和平条约 还是什么法 我告诉你 都一半而已 真真正的 精髓 在这个地方 万国公法 里面有说 天赋 上天给予的 天赋的 权利和天赋的责任 分得很清楚 所以虽然 今天日本政府 放弃台湾的租款管理 但是他要天赋的 义务 要负担 所以 日本没法脱离台湾 老天保佑 真的是老天保佑 义务包括很多 很多 我这样说也说不完 义务很多的东西 所以 要知道 尤其这个 建政法里面 政府责 也对 政府责 这个责是什么 不是国家 中国责 代表是什么 总统 不就是什么 天红 所以政府责 台湾的政府责是什么 美国总统 所以有人会说 奇怪 我就没看到美军 我没看到美军 你有看到美国总统吗 有嘛 美国总统就是 台湾地区的征服者 conquer 那是责 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 所以 这个国家 这个法律 可以延续的原因 就是 杜鲁门 他是政府责 他又搞下去的总统 一直搞 一直跟布希 克林顿 现在搞到什么 欧巴马 他是政府责 所以是怎么要欧巴马的贺电 中华民国的 流氓政府的总统 才可以被承认 因为 中华民国是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 他是代表流氓的 中华民国 政府在台湾 第二个就是什么 美国的 这个军事政府的 代言人 所以 照这样看 阿扁 也是美国军事政府的 代言人 所以 马英九可以先判这个阿扁吗 No 没关系 所以 是怎样我把美国以后 带阿扁够以后 美国派人来跟我说 来来救阿扁 原因在这 他知道我知道嘛 跟罗伯 跟阿扁说的时候 两年前跟他说的时候 叫他说你资卖回来 我美国 要全家全家 要把你拿去 再去美国 口秀 他们后生要选举 我也有跟他说 就是选举 照相一年来里把你拿掉 老早中华民国 已经把美国 报告过了 那你要看 他就是资卖回来 说会把他放 那当时 丹市中就跟他说会把他放 我说绝对不放 他说你来知道 我说美国跟他说 有放吗 没有放吗 怕就没有放 会放吗 没放 你必须说绝对不放 你不要都在够没办 怎么说 很简单嘛 美国说政治 这么明显 叫你买费 你资费回来 因为政治没资是什么 我就没有淘汰了 结果 饮回来是八页 我就没有淘汰了 那八页什么钱 No 没有政治现金 美国没有这种看法 你台湾不是民主国家吗 哪里还有什么政治现金 所以想让我们台湾民主 不想给大家卖看 你就是要钱 我也没有 坦白说 有 有一个政府名 要给我们钱 2000万 你买吗 我真正说 No 我不要拿 为什么我怎会不要拿 很简单 那个人的钱 没钱 因为他的职业很特殊 我怎会要拿 我不拿 我没有拿2000万 我们也保证教证在上面 有没有 我们要拿钱很简单 不难 我们现在要 像阿兵那时候 还是国民党去刑的 很简单 要拿钱很简单 我们要拿什么 No 没要拿 我们现在现在现主席接受的观看 跟目前为止 不是观看 我们自己 自己的东西 最高的30万 30万 在2005年 9月20号 我在华盛顿DC 这个叫 Washington time 订一个 专办 What are you doing 你美国在干什么 你线你都没有义务吗 你都不用责任吗 那边他顶下 记者问美国国民 人家这个报纸顶了 顶了对不对 他说 No comment No comment 我的解读是 他讲的都对 因为我顶上 发来他对他的头情 是这个做 高官命 在那 我同样订一个专办 我不是跟高官命 变好去了 其实我没钱 就是当时我说的 比方我们 限定说 我们 东西嘛 最高可以出30万 我一直跟今天都遵守这个 订那个报纸300万 台票 一个报纸而已 Washington time 订了 要 国官命顶的是什么 要求美国改变一中政策 改变一中政策就是什么 要两个中国 顶的是什么 要台东 所以美国说 美国的起立法权人 他就告诉 我们绝对不会改变一中政策 我们的一中政策是对的 我就想 是怎么一中政策对 一中政策是对的 全世界好像一个中国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已经流亡了 中华民国 已经不是国家 但是 台湾人 很奇怪 复合中华民国 我是中华民国 我经常跟你说 自治世纪 台湾人是什么人 美国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什么 同盟国 当时 台湾人的敌人是美国 当时 中华民国 也是台湾人的敌人 这没有错吧 他们两个是同盟国 这个是我的敌人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敌人 你想想你自己 帮 帮 付 中华民国 付照 钞票拿出来 中华民国 新闻情拿出来 中华民国身份证 我们拿敌人 来做无法在地 有奇怪吗 好奇怪 所以现在美国 因为只是 台湾民政府 开始 让台湾人 买到美国的i-94 贴台湾 时代他跟你问说 你要证明你是台湾 你身份证要拿到哪里看 这是我的身份证 上面是台湾政府身份证 我是台湾人 不然你如果拿出来是中华民国身份证 他说你队给你带台湾 给你遣送出境 我跟你说 你黑白片啊 你不是台湾人啊 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啊 这一天一定会够 你不用打破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来着想问嘛 你过去不知道嘛 对不对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说自己什么人嘛 所以我本来你想说 我们的电视节目 九月车要开始6号 但是6号以后 没马上在电视台播出 播出啦 会隔一个时间啦 我你想说 要怎么来做一个公告 给台湾人来看这个电视节目 我现在是要这样删 我想要这样删 我不是我 逗典 你 不是你 又逗典 他也不是他 我如果说这样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这句话是 给李电飞 李电飞说一句话 他说 我不是我的我啦 我得意啦 毕竟把我进到面 他就说 你看看 我这句话有学问吗 我不是我的我 有学问吗 有没有 那什么学问 我看不 我跟他说我看不 我说 包括总统你看得懂吗 他说我也看不懂 你看不懂你为什么讲 他就要讲 政治人物就要来几次 说这些话让你听都没话 他表示他政治人物 我不是 我是不是我的我 好啦 没关系 政治人物很厉害用这些话 这些话 全台湾都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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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们台湾就是神经错乱啦 你看 做一个总统可以说这些话吗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问他本人 我问他本人 因为我是李政区 集会 台湾中会秘书长 今天要再试 我没有下台 我又再试 但是我不活动 他几次要跟我记民 我说 No 你要跟我讲什么 你要先跟我说 目的 你若不跟我说目的 现在去跟我头脚搓搓搓 哎呦 你也等我过心里要再来说 会呢 我会不会呢 有一次我又没有 拍分 在家里 赌到他 喝酒来来来来 让我坐座位 车里面有我 山中母跟他坐座位 我坐在后面 保表在前面 他的乡型车 他就说 会喝喝 我要跟你讲话 酒理很困难的 我说不会啦 我就有一个 那个山中母是 那个 民政会主席 我说有一个主席 你若要叫我做什么 你把主席交代 我就一定 一定照办 他听到这个 在那里面里 在那里面 要插吗 但是 然后又叫别人来跟他说 哎 叫我去跟他记民 你说我去跟他记民吗 不用 对 我怎么就跟他记民 记民 没好处嘛 记民 最 把我头脚脚脚脚的说 哎呦 现在不要说那么快 因为 那时候我研究好 他跟我说一句话 因为台湾人 要让台湾人理解 不是一天两天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我 并且 我愿意花时间 让台湾人理解 对不对 你若不让台湾人理解 我跟你说 所以有很多人 不要说佩服我 最少 很小小的敬佩我 我真坚持 我一定 要让台湾人 台湾人的后台 过一个幸福的日子 好吗 好 谢谢 我们台湾 他们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看 这里这么好天 我们的恒春 做大水 一个小小的桌 里面有三种四种的天气 很厉害的 但是我有说过 台湾民主 我不是今天在说 台湾民主 你最好 放胎 停 不能来 我不是说口哨 我已经说几次了 三天前 天平 台湾 大家说一定来 跟本来AIT要来这 这期要来訪問的六个人 都没来 他说风台买来都没来 清一天以后 向 恒春去 我对恒春的兄弟 很失礼 我说说怎么让他走到那儿去 我们这儿没来 我们在上海 你看 待会要买上的时候 绝对又好天 已经好天了 他刚好落 落落落落 落落落落落 对不对 我跟他说 没有例外 我跟上帝 跟我们的 警官的行动啊 你若要让台湾 这条幸福的日子 你都我们这个 民政府在上海 不能跟他落好 要好天啦 各位对不对 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 这是真的 我在那个 从中国出头 我来说得很清楚 我头到金門的时候 在那个金門 离开那个海岸 才有四百公囚 那个政府就把他踏下去 他说你要下去 哇 这方的水 还看到海水呢 他说你要下去 我离开 他说这样 我不知道那头前是不是金門 我就不要去 我眼睛有什么 落去 落去 摁到这里 肚子是硬的 我到樓下 我知道说 那个筛准的 说 跟他说肚子是硬的 有道理 因为我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海边的时候 第一步打到刷里面 我才十一户 那几十年 海边都没人去走 刷很厉害 落下去 那边会 点下去 然后又走一二步 又落下去 走差不多五六步 以后 皮鞋子 已经去给刷子 到腿部 跟腿部 跟腿部 不然的时候 我已经穿 穿不下了 也只有 要拿 皮鞋子 不可能 只要走走 那些头前又走走走走 刷越来越青 越来越软 软到腿 软到腿 腿 到腿的时 我腿部 我的腿就 变不下来 我们来 中肩 用腿来 拜拜